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你惨了你周围的朋友 亲戚爱人他就会同情你 我告诉你当你倒霉的时候 当你负债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 没有一个 没有 在低谷气的时候 不要到处向别人诉苦 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不好做到 因为人都需要被同情 被理解 他要找一个树洞开始倾诉自己的委屈 但实际上呢 你在消耗你的气欲 我不是讲玄学啊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 一个人状态差的时候 在跟别人倾诉的时候 是不是一种负担 三十两 你听的人是不是很烦 是 听的人 哎呀 哪有一样 他早跟你说的 你不死掉了 你不离 就当你说出来 我欠了多少万 当你说出来我离了 我难受 我感情过不去 你一定会被别人趁虚而入 精神控制 道德绑架 记清楚了没有 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真实的东西 但凡你一旦表现出来精神软弱的时候 你整个人的身体垮了气场很低 不出来别人就进来了 这叫风血 明白了吗 人一旦沾风血 三五年起不来了 通人性质 通财富